大麻糖含有THC THC是大麻引致刺激神經、興奮的成分 在香港全都是毒品 大麻糖有很高份量的THC 一般來說,一粒糖就有五至十支大麻煙的活性成分 因為它做到像糖一樣,亦加了糖 我們有個案,整包十粒完全認識了小朋友 然後中毒,結果要入病毒 所以是一些很危險的毒品 嚴重的大麻中毒,會引起昏迷、癲癇 這些都是它對於中樞神經的損害 如果相應的情況出現 我們有時會需要插管,幫助呼吸 需要支援心肺功能 如果是羊癇,我們亦要讓羊癇藥去控制抽筋 白果煲糖水 你喝點糖水,一定不會中毒 白果煲糖水 它有毒的成分,不是怎樣煲出來 它會傳流在白果裡 最近我們有一個個案 就是自己吃了五十粒白果 煲完之後就吃五十粒 他說他很喜歡吃 然後引起嚴重的中毒 其實白果是曾經引致致命的中毒 白果裡面就有一個神經的毒素 會引起羊癇,是很難控制的 有一些是比較輕微 就是會有些頭暈、作呕 但對於嚴重的個案 如果有抽搐、有羊癇 我們是需要注射大量的維他命B6 那個個案是打了五十字的 一般來說 我們都不建議人吃超過二十粒白果